那么确定完扣除之后 大家可以看 我们前边确定了收入总额 收入总额里边不含增值税 第一个确定了扣除项目金额 重点是新五旧三 那么新五旧三里边扣除项目金额里边不含增值税 第二个 第三个用收入减扣除得到增值额 那下面第四个用增值额除以扣除项目金额得到增值率 得到增值率之后 那下面按照增值率来确定适用税率和算扣除系数 一定要注意按照增值率来确定适用税率和算扣除系数 那么这里边咱们要注意 如果你出售的是普通标准住宅 你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 它增值额没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 有免土地增税的规定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 我下面用增值额 乘以税率 减去要注意减的什么 扣除项目金额 你看这个地方 你算增值率的事 是用增值额除以扣除项目金额 你下面计算税额的事 是用增值额乘使用税率 减扣除项目金额乘算扣除系数 那么这个公式大家一定要注意 严格按照六步来计算的土增 土增出问题的概率就会很低 那我们呢 这个对于呢土增 你计算清楚 下边一个 咱们后边会给大家做练习 那紧接着土增的纳税审报 土增纳税审报中 第一个销售房地产 由于你一个房子 从卖到真正交易业主 可能呢要几年时间 为了保证纳税 它有必要的资金 咱们就规定 你在预售时 按照预征率 预缴土地增税 你只要预售是房子了 咱们就按预征率 预缴土增 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达到清算条件 咱们再做土增清算 注意 达到清算条件 我们呢 做清算 那么这个清算条件 是什么 清算条件容易考选择题 注意什么时候叫应清算 什么时候 事有机关可以要求 拿上清算 应清算什么意思 不管事有机关要不要求 你都要做清算 而事有机关要求清算 什么意思 事有机关要求你清算 你清算 没要求你清算 不清算 这次呢 应清算 和主管事有机关 可要求纳税 做清算 那我们来看看应该清算的 这么几种情况 结合税法一 咱们快速的复习 都不是讲了 快速复习 第一 房地产开发项目 全部竣工 那么完成销售的 全都干完了 都卖完了 全部竣工 完成销售的 第一个 第二个 整体转让 为竣工决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比如说恒大 我现在要把半截作工程给整体转出去 那么这时候要不要做清算 要 整体转让 为竣工决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第三 直接转让土地雄权的 我拿完地之后 那么我只是呢 可能把生地变成熟地了 然后我没做任何开发 我就直接呢 转去 转出去了 那此时 允不允许他做加级扣除 不允许他做加级扣除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一个 那紧接着 下边一个 主管事务机关 可要求 纳审清算 我可以要求你做清算的 有那些 第一个 以竣工验收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 以转让的房产建筑面积 占整个项目 可受建筑面积的比例 在85%以上 注意在多少以上 85%以上 或该比例 随未超过85% 但剩余的可受建筑面积 已经出租或支用 那么这个比例 虽然没有超过85% 但是你剩余的 可受建筑面积 已经出租或自用了 那么咱们这时候 税务机关可以要求的清算 注意85%的要求 那么 你税务机关要求清算 咱清算 没要求清算 不清算 第一个 第二个 取得销售预可许可证 满三年 我满三年 仍未销售完毕的 咱们怎么办 咱们呢 可以就是税务机关要求清算 第三个 纳神申请注销税务登记 但没有办理 土增清算手续 那么你在注销登记前 应该呢 办理土增清算 因为你必须有清税证明 咱们才能注销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的 税务机关 规定了其他情况 那这一时呢 咱们主管税务机关 可要求纳神 进行清算的情形 也就是说 分清哪个是应清算 哪个呢 是税务机关 可要求纳神做清算 那么对于呢 这个纳神来讲 如果呢 你房子没全卖完 但是市务机关 要求你清算了 你符合市务机关 可要求清算条件 然后呢 你清算完之后 那么之后 你在呢 剩余部分 你在销售 怎么办 也就是说 土地增税清算之后 剩余部分 你在销售 如何处理 在土增呢 清算的时候 没有转让的房地产 清算后销售 或有偿转让的 此时 纳神应按规定 进行土增的 那是审报 扣除项目金额 怎么算 扣除项目金额呢 按照清算时的 扣除项目总金额 比如你清算 那么当时卖了4万平米 那么它有一个总的金额 用清算时的 扣除项目的总金额 除以呢 清算的总建筑面积 得出来 单位建筑面积的成本费用 然后用单位建筑面积的成本费用 那么乘以销售 或转让面积 来计算呢 我应该呢 扣除项目金额 这是呢 你清算后 剩余部分销售的处理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对于同时转让两个 或两个以上 计算单位的呢 房产项目 应该按照呢 每一个基本计算单位 填一个呢 申报表的原则进行 那么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我这个房产项 开发公司 有A项目 有B项目 那我这两个项目 分别做清算的话 怎么办 各自填一个审报表 下边 如果房产开发企业 同时有免税和征税项目 比如说 他这个小区 有呢 这种 这个 普通标准住宅 有非普通标准住宅 那么普通标准住宅 所免税条件了 咱们怎么办 分别填报 应该呢 有一个 分别填报呢 这么一个原则 这是第三个 这是土增的 他的呢 纳税审核的问题 我们来看呢 下面的题目 第一道题 简答题 某房产开发公司 专门从事高档住宅的 商品房开发 2021年的6月20日 该公司出售的 高档住宅一操 那么总面积是9100平米 土增的应税收入 是2万块钱一平米 那这是呢 9100平米 2万块钱一平米 该房屋支付的土地债上金 是2000万 房地产开发成本 8800万 另外呢 支付利息支出 是1000万 其中40万是罚息 是银行罚息 那么他给了一个条件 是不能按项目分摊 不能按项目准确分摊 你这时候 房产开发费用怎么算 那么利息支出 能不能据实扣除 不能据实扣除 只能是 所有的房产开发费用 按照房地 两者金额支扣的 10%来扣了 那你看 他说的是 房产开发成本 是8800万 他说另外 支出了 利息支出 1000万 也就是8800万里边 没有含着1000万 如果是 写的房产开发成本 8800万 其中含 利息支出 1000万 那你这一时候怎么办 你就得 8800万里边 减1000万 算开发成本 如果呢 他的房产开发成本里边 就是另外 再有了利息支出 那你这时候 还用不用再减1000万 不用减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其中还是另外 这个词很重要 下面假设 承建税税率率 5% 那么在县城呢 对不对 那么 他的交易费 附加征收率 是3% 地方交易 附加征收率 2% 当地省级人民政府 规定允许扣除的 房产开发费用 是10% 那么假设 该项目交纳了呢 增税交了910万 那么计算 该项目应该计算 交纳的土增 是多少 那么 其他相关资料中 是不考虑印花税 你看我这里边说了 咱不考虑印花税 第一个 销售收入 是9100平米 一平米 是2万的价格 所以销售收入 是1.82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咱们来算扣除项目金额 几个 五只小猪 数齐了 房地税费力 地指的是 取得土地雄权的金额 是多少钱 2000万 第一个 第二 房产开发成本 8800万 很好算 房产开发费用呢 房地两者金额之合的 10% 所以是1080万 那么 第三个 第四个 税金 与转身房钱 有关的税金 咱们呢 这里边 承建级教育负加 那么 是910万 的增值税 乘于 那么 增值税 运不允许扣 不允许扣 但增值税影响到 承建级负加的计算 5%的承建 加3%的教育负加 再加2%的地方教育负加 我就把这两个教育负加 给放一起了 所以计算出 承建级负加 是91万 那下边 我可以扣除的税金 这就91万 那紧接着 我的加级扣除 一定要注意 千万别把这只 胖胖的小猪给拉掉 那这是 房地两者金额之合的 10% 是加级扣除 2160万 所以 我的扣除 下面金额合计 是多少 房地费税利 一共是 1亿4131万 那么下边 我的增值额 用应税收入 1.82亿 减去 1亿4131万 计算出 增值额 4069万 那么计算出 4069万之后 咱们用呢 增值率 4069万 除以 1亿4131万 计算出 增值率 是28.79% 那么28.79% 所以呢 这个增值率 小于 50% 找到 适用税率 30% 它适用税率 30% 所以 它的土地增值税额 是4069万 乘于30% 计算出呢 应纳土增 1220.7万 这是呢 一个土增的 计算的呢 题目 下边 我们再来看一个 小的呢 简答题 税务师受托 对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土增的 纳税情况 进行审核 了解到呢 该房产开发公司 本期转让位于 县城的 土地一块 哪的土地 县城土地 不含增值税的 消息收入 是 1200万 那么 县城 说明 城建市市率 是5% 那么 不含增值的 消息收入 是1200万 申报 土增时 申报取得 土地使用权 及开发 投资 是400万 那么 也就是说呢 它的成本是 400万 我花了钱 400万 下边 交纳增值税 你看这里边含增值税了啊 交纳增值税 承建 教育位附加 含地方教育附加 是66万 开发费用按 购地款 和开发成本的 10% 扣除 那么也就是说 用开发费用 是按 400万 乘以10% 是40万来扣除 加进扣除20% 也就是400万 乘20% 是80万 合计扣除项目 金额 那就是400万 加66万 加了一个 这个40万 再加上一个80万 一共是586万 那这里边 大家说 哎老师有问题 就是让你找问题的 一边看 一边自己先琢磨 那么找到问题了吗 没找到 先别听了 把音频键 停掉 自己先找找 问题在哪 然后再来听 假设咱们已经找完了 那下面看一看 它怎么算的 它的算法 用1200万的收入 减586万的呢 这个扣除项目金额 增值额是614万 那下面增值率 614万 除以586万的扣除项目金额 那么增值率 105% 找到了适用税率 百分之 它的增值率在100%到200%之间 所以税率50% 算扣除系数 15% 计算出英纳土增 用增值额614万 乘50%税率 减去扣除项目金额 586万 乘以15%的 算扣除系数 得到土增是219.1万 那么这是他自己认为 我应该叫219.1万 那么所以他已经交了 已经预交了150万 所以他认为我应该再补 那么219.1减去呢 这个150 我应该补69.1万 这是他呢 自己认为的 那么现在我问大家 这个企业在土增计算中 存在哪些问题 它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 审核发现 他取得了1.3万平米的土地使用权 支付的款项一共是500万 没有做任何开发 没做任何开发 可以做夹计扣除吗 当然不可以了 那这里边 他的扣除就是被他严重的高估了 他下来没做任何开发 便将7000平米的土地转让 取得不含增税收入是1200万 因为转让土地没有开发计算的增值额时 只允许扣除取得土地生权支付的价款 交纳有关费用 以转让环节 交纳血金 不能扣什么 你没开发 不允许扣开发费用 也不能享受20%加级扣除 不能扣开发费用 也不能享受20%加级扣除 所以他那个400万乘10%和400万乘20% 就是做多了 一个 第二个 那么增值税不能作为与转让发费用有关的税金 来扣除 他一共交税叫66万 那么他下边实际上里面含了多少增值税 含60万增值税 那么只剩下成见交易附加 那么只有6万 那么这是有问题的 下面根据上述两点 咱们何时扣除下面的金额 第一个 取得土地存钱的金额 应该是500万 我整个取得1.3万平米的土地 是花了500万 500万乘以7000平米 除以1.3万平米 计算出取得土地存钱支付的金额 是269万2308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与转让发费有关的税金 我增值税是 这个1 承建是现成是5% 交易费附加3% 地方交易附加2% 所以我用66万 除以1.1 除以1加10% 那么这里边把增值税要踢出去 那么这时候我得到了呢 增值税的税额是多少 是60万 60万乘以5%的成建 加上3%的教育附加 加上2%的地方教育附加 那么得到我允许扣除的税金 只有6万 而不是66万 第二个 那么所以扣除项目金额 只有取得土地存钱金额 和相关的税金 没有开发费用 没有加计扣除 那么计算出来 扣除项目金额 275万2308 那下边增值额是1200万 减去275万2308 那么增值额是924万7,692 那么用增值额 占扣除项目金额的比例 也就是说用924万7,692 除以275万2308 计算出增值率是336% 是336%的话 那么它的税率是多少 税率60% 那么输算扣除系数是35% 这是呢 税率60% 算扣除系数35% 所以我应该交的土地增值税是多少 我应该交的土地增值税 是呢 这个用增值额 这个924万7,692 乘以税率60% 减去扣除项目金额 275万2308 乘以算扣除系数35% 计算出英纳土增是458万5307 而它已经交了150万 那么它现在应该怎么办 应该补多少 应该补308万5307 所以你少计题了 因为它自己主动计题了多少 它主动计题了219万 219万1千 所以它少计题了239万4307 所以我补的这个分路怎么补 我补的分路 如果当年的错证 我主题239万多的呢 土增 所以我借税金及附加 239万4307 但应交税费应交土增 239万4307 这是呢 咱们这道题目 那么这道题强调什么 强调的是 你的地没做任何开发 就转让了 不允许扣开发费用 不允许扣加级扣除 这是呢 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 第二点 与转让发费有关的税金中 不含增值税 这是呢 我们要注意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是土增的 纳水申报和纳水审核问题 那下面第三个 出售与会 在出售与会中 第一个 纳水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 各地对普通标准的住宅的 确定有所不同 你比如说有的地区 是以120平米做标准 有的地区以144平米做标准 那么还有呢 成交价格的限定等等 那这里边 咱们要注意 是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 增值额没有超过 扣除项的金额20%的 小于等于20%的 免涂增 那么超过20%的 应就其全部增值额 那么按规定来集税 那么这次呢 也就是说 你如果超过20%的话 那么20%以下的 20%以上的增值额 都要按规定集税 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城市实施规划 国家建设需要 而进行搬迁 由那时候呢 自行转让房地产的 那么只要你有国家的规划 国家呢 建设需要的搬迁的文件 咱们呢 你即使自行转让 也可以免土增 这第二个 第三 是2008年的11月1号起 对居民个人转让住房 一律免土增 这居民个人转住房 不管你是普通标准住房 还是呢 高大豪华住宅 土增都是免的 这是呢 第三个 第四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以及其他组织 转让旧房 作为改造 安置住房房源 而且呢 它增值额 没有超过20%的 没有超过扣子下面 金额20%的 有免土增的规定 相当于它按照 普通标准住宅 享受了免土增的优惠 这次呢 税收优惠 咱们呢 说这么多 下边 会计核算 会计核算呢 分两大类情况 一大类情况是 我销售作为固定产管理的房地产 那我此时要交的土增 应该通过固定产清理核算 所以我们的占务处理是 借固定产清理 大应交税费 应交土地增税 这是呢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如果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销售开发产品 那咱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呢 寄到税金及付加中 那么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 如果你预售时预缴 由于预售时 它根本没做收入 所以你预缴的土增 不能寄到税金及付加中 咱们都是借应交税费 应交土增税 大银行存款 那么等到办理土增清算时 咱们借税金及付加 大应交税费 应交土增 那么你退回多交的土增 咱们借银行存款 大应交税费 应交土增 如果呢 你补交土增 咱怎么办 借应交税费 应交土增税 大应交存款 那这就是呢 咱们土增的快递核算 大家呢 要多加注意 好了 那么讲到这 咱们的本章中 应该说是最难的 也是呢 这个考试中 最重要的一个 是一种土增 我们讲完了 简单的做个回忆 在土增中 首先第一个 它基本规定 是征税范围 是房地产产权 发生转移变动 咱们呢 财政土增 那么没有发生转移变动 不交 那么注意呢 八种具体情况的 规定 什么情况下 交土增 什么情况不交 第二个 税率 四级超率 累资税率 第二个 那么 那么下边 土地增税的 技术依据 是增值额 增值额等于 收入减扣除 那么收入 它是不含增税的收入 注意呢 如何确定 不含增税收入 如果呢 你是 房地产发企业 在县级上 人民政府 贷收款的话 那么这个 贷收款 寄到收入里边了 扣除里边 包括这个 支付给 相当的部门的 款项 但是不能作为 加急扣除的呢 急速存在 如果呢 贷收款 没有激动的收入里边 扣除里边 也就不应该包括 这笔单手款 一个 那么对于呢 收入里边 含 适动交易收入 这也是呢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扣除 新五旧三 新房的五项 房地费 税利 这么五项 注意每项的需求一定 扣除里边 那么旧房是房地税 这么五项 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 如果呢 没有取得评估价 但取得购房发票了 购房发票所载金额 每年可以加购5% 一个 第二个 那么如果你 以购房发票所载金额 来扣除的话 每年加购5%扣除 那么 与主要是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包括 购物房屋时 交纳的期税 这是呢 一个 那么注意 你卖旧房 那么一旦出现了 差额征税的话 那么 你要知道 增值的计算 直接影响到了 承建交易附加 影响到 土增计算的融洁性 要和咱们的第二张 增值税 结合起来 一个 那么注意呢 如果既没有 评估价 又没有购房发票 市有机关要合定征收 一个内容 那紧接着 咱们计算应那税额 它的技术依据 是增值额 那么 用了四级超率 累计税率来计算 这没什么呢 太多难点 一个内容 那下边 清算条件中 要分清 什么情况下 应清算 什么情况下 税务机关 可要求那种清算 对于呢 税收优惠 那么和税法医结合起来 学习 注意 对于账务处理 如果销售 作为固产管理的呢 房子 咱们就通过 固产清理核算 如果呢 是销售呢 作为开发产品的房子 咱们则应该通过 税金及附加 来进行核算 那这是呢 它的账务处理 这是对于土增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大家呢 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了 对于第一节 土地增值税 我和大家 学习这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